我们继续在完成之前在网上申请的云端的MSIM跟PLC之间的虚拟调试 这个网址我之前已经都列出来 在这里进入了虚拟调试的过程 这个虚拟调试过程之前我做了一段 做了一段是把PRC跟这个面板做了一个编译 那么我们在继续第二个环节之前 就是有关MSIM的一个连条 我们先把之前做好的有关PRC的给它启动 这个有关PRC的从博图里面荡下来 之前已经准备好 先把这个PRC启动 进入启动状态以后 绿灯亮了是正常 再把面板启动 那这个面板它做的非常的炫酷 我们把它放到右下角 那这个时候面板已经启动 进入了准备状态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呢 是把这个MSIM打开 MSIM打开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文件准备好的 事先准备好的这个文件 拖进来 拖进来之后呢 把它加载 那这个时候加载的呢 是已经做好的有关PRC连条的这么一个 当然它是一台液压的机床的一个液压系统 这是非常典型的电磁阀 跟坐动油缸 之间的一个虚拟调试 那这里都做好了信号的这个映射和链接 我们先进入这个编译 编译完了之后呢 我们已经在这个文档目录下面有了这样的一些基础的信息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启动这个MSIM的连接器 我在线下呢 有一个例子呢 比较简单 没有它这个复杂 而且这个面板呢 做的也没有这么炫酷 所以说我现在就用这个把它启动 启动了之后呢 连接 连接了之后呢 我把这个要用到的两个参数给它挑出来 有关这个操作的指南呢 都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们在一开始就说了 在那个视频里面它都有讲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找到 这个刚刚编译好的 因为只要是一做 在这个MSIM里面一做仿真 它就会编译一个DR文件 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这个变量就有了 有了呢 要做一个映射 要做一个自动的映射 那做完之后呢 就可以 这个启动 启动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 做一个监听 做一个这个曲线的这个监听 那我们现在到面板里来操作 在面板里操作呢 做一下复位的动作 执行 好 然后就可以看到 在 要注意到我在这个MSIM的这个监控曲线里面 也看到了它的这个移动 那么 这时候有震荡 因为这个液压系统我没有按这个前进 那它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在2229到230之间 一个震荡 好 那又开始在移动 好 那正向跟反向 以上呢 就是有关 MSIM的这个系统工程的 系统模型 这个液压系统的系统模型 跟这个PRC之间 的一个 连条 再调这个调节这个电磁阀 那么有关这个 这个电磁阀的这个调节的试验呢 就就做到这里 它这个一直在有一些变化 正向反向的这个移动 这液压系统的 反馈 所以这个面板做的也非常的炫酷 也有很多内容 有很多屏 有很多屏内容 一页一页的 做的非常的炫酷的 好 那么有关在线上的 对于MSIM跟PRC之间的虚拟调试的 一个完整的这个练习呢 就到此为止 谢谢观看